由市政府交通旅游处举办的基隆航海节系列活动 将从7月9号到7月12号之间连续四天登场 今天早上交旅处特别举办记者会 并且邀请到超人气摇滚团体MP魔幻力量到现场 和市长张通龙、议长黄景泰以及副议长宋伟丽 一起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在热闹的基隆航海节系列活动记者会上 市长张通龙、议长黄景泰和副议长宋伟丽 一起穿上船长制服和超人气摇滚团体 MP魔幻力量一起按下启动电光球 象征基隆航海节系列活动从7月9号到7月12号之间四天展开 其中包括免费开放民众登船参观中远之星 力兴游轮和海军寄阳级巡防舰以及海巡署新北舰 不过各梯次300个名额都已经爆满 但是市长还是邀请大家来参加其他系列活动 尤其是最压走的7月12号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九点之间 在大五轮澳沙滩举办的嘉年华沙滩音乐祭活动 我们水上钢铁的最好的最好的还有水上摩托车的一个特技表演 这是由我们金融市水上摩托车协会我们的理事长会清算 我们这些水上摩托车的爱好的好朋友来请 以及我们下日风满展展示的 以及各式我们气味康位的一个活动等等 我想发明大家要提早来不然会客门 你也提不进去希望大家提早来 我想晚间还邀请知名的偶像艺人来做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都写得很清楚 因为是海洋的子民 所以大家都有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克服困难海洋子民的特性 所以我们透过我们一连串的活动 让我们所有的市民 大家亲近海洋 认识海洋 让海洋永永远远 是我们金融市最好的资产 也让我们的母亲大海 孕育我们金融市所有的市民朋友 7月12日在大陆的冒沙场 我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中方活动 看到MP魔幻力量亲自现身记者会 早就闻风声而来的年轻女粉丝们 骇翻天抢着拍照 市长张通龙特别感谢 包括基隆港务分公司 海巡署长龙桂冠等相关单位共同配合 协助市政府交旅处举办这次的航海节系列活动 7月9号在海洋广场邀请 如果儿童剧团举办海洋同乐会 7月10号同样在海洋广场邀请长龙交响乐团 和古风管乐团举办夏日音乐饗宴 7月11号在市民广场举办星光电影院 透过1000寸投影巨幕放映航海王剧场版例 7月12号在外木山大舞伦澳沙滩 举办嘉年华沙滩音乐祭活动 包括李嘉维、颜爵、朱立靖以及MP 魔幻力量都将登场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 7月11号 5号 6号 9号